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准备了一下 55万订阅的Q&A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记得Dan以前也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可是到了十几万的时候 又开始了现在这个 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之前的频道在二十几万订阅的时候 因为是第一次做频道 不知道使用哪些资料会涉及到版权 就随便乱用 结果就收到了三次侵害版权的警告 频道就人间蒸发了 想请问一下 一开始创始频道不见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挫败 当频道受到三次警告消失的那个时候 真的是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当时我联络了很多地方 看看能不能解决 但是没有办法 不过那个打击没有持续很久 当我知道真的没有办法救回原频道之后 就觉得频道已经消失了 再伤心也没用 所以就马上开始了Thank you来了频道 之前的账号是Thank you而已 为什么现在的账号多了个来了 因为消失的Thank you重新回来了 所以就叫Thank you来了 想问 天做梦是说韩文还是中文呢 会根据做什么梦而不一样 梦里出现的人本来是说韩文的人 我就会用韩文 应该是这样 其实在醒了之后 也不记得自己在梦里用了什么语言 Thank you觉得自己很帅吗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自己长得很帅 Thank you哥哥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 喜欢看自传类型 企业创业史类型的书 还有漫画书 但说几年几月几日生日呢 年12月7号 Thank you做这个行业压力会很大吗 家人支持吗 因为我不是全职YouTuber 所以压力还不算是很大 家人对我拍片名什么关系 电叔为什么会在歌的时候做搞笑的表情 因为真的很感谢 就觉得必须要为看到影片结尾的人做点什么 所以就开始了那些黑历史 电叔下题能用韩文回答吗 超喜欢电叔说韩文 如何保持当初做频道的初心 被攻击时不会感到疲倦或是想要放弃吗 솔직히 말씀드리면 악플을 봐도 아무 느낌 없어요 그냥 뭐 조회서 올려줘서 너무 고마워 이런 느낌 알았냐 其他YouTuber们都会在影片里说订阅点赞 我看电都不说是有特别的原因吗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喜欢的话就是我不说大家也会去订阅 反过来就算我说订阅点赞 不喜欢我的人 不想订阅的人还是不会去订阅的 而且感觉自己在说那些话的时候非常不自然很肉麻 不过我也有把那些话写在资讯栏上 因为实在不知道这里又要写什么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搞笑 为什么我不可以搞笑 谢谢喜欢我的搞笑 给我们讲讲自己每天是怎么拍片的吧 我每天都是打开摄影机后拍片 一年之中大概会有多长时间待在韩国 多长时间待在其他国家 看最近两年的话 一年会有五个月在韩国 五个月在台湾 两个月左右在中国大陆 想知道Dan最喜欢台湾什么地方 市大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都是住在市大附近 所以真的很喜欢 今年贵庚 贵庚 贵庚 鱿鱼庚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有没有一刻想停止更新频道 没有 可以做Vlog吗 能说说做YouTuber的动静很心酸吗 Vlog我一定会挑战的 至于心酸的话 因为有关K-pop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有争议的内容 不管我是站哪一边 或者尽可能的站在中立的位置做影片 还是会被一些人骂的 基本上就是说了自己的想法就被骂不要带风向 不说自己的想法就被骂农场文 虽然跟K-pop不关 但很想问是不是喜欢航海王 有喜欢的角色吗 超爱 最喜欢Ace 请问天有多少点鸭蛇帽 每部影片都戴一样的帽子吗 12 你可以吃生鸡蛋吗 天Q是不是很喜欢淀粉们 哎呦害羞 当然 天对频道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取询吗 真的没有别的 只是希望能够继续拍到大家喜欢的影片 想知道电书会认得很常来留言的淀粉吗 嗯 只要头像名字不换的话一定会记得 对粉丝说我爱你 我爱你们 之前跟你拍片那个帅哥是谁 我们来问一下他到底是谁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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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好久不见 我是陈念词 我是菲律宾华侨 所以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在台湾认识 好再见拜拜 对念词是菲律宾华侨 这也说目前最喜欢的结尾是哪个 应该就是跟庭湖念词拍的 因为我每天都是自己一个人拍结尾 所以跟庭湖念词拍的两个结尾 我真的非常喜欢 我只有一个问题 天有没有女朋友 我有老婆 怎么跟樱山认识的呢 可以找樱山来拍片吗 可以啊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樱山 好 怎么回事 一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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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说个大纲的话 之前樱山的妹妹在首尔 什么模样 之前樱山的妹妹在首尔一家英文幼稚园工作的时候 一起工作的人当中有一个首尔华侨 两个人成为好朋友后 妹妹将她介绍给了樱山 之后樱山就开始认识了很多华侨朋友 而其中一个人就是我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对吗 对 对了 顺便说个TMI的话 Platpink前年也在那所幼稚园上课了 对 Dang可以跟老婆一起拍虚园吗 对 对 她说可以 Dang跟老婆告白的时候 也像韩剧里一样浪漫吗 我觉得还蛮浪漫的 我们听本人怎么讲 对 我不是幽黄伦的 那是幽黄伦的 那是幽黄伦的 我是幽黄伦的 对 我还是有趣的 那是幽黄伦的 你能让人员 我和你 对 你能演议 我和你能演议 对 对 你能演议 那是幽黄伦的 那你和你的名字就登上了 我一直都没看过 我们拍片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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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 店跟韩国人结婚 老婆要跟着改中华民国国籍吗 华侨跟韩国人结婚的比例高吗 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韩国是不需要跟着丈夫改国籍 然后韩国华侨从我周围的人来看的话 90%以上都会跟韩国人结婚 最后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韩国长大的 所以没有说有什么困难 店平常没事的话都在做什么事呢 陪陪家人看书看电影 最喜欢的韩国城市 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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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对我做一个云可吗 呃 呃 呃 店的正职是什么 我的正职是目前在经营一家线上教育公司 然后有在做一些演艺圈幕后的事情 关于这个部分改天拍影片再跟大家详细说一下 想问问甜Q的影片拍摄跟剪辑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吗 嗯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来 店说现在半百万了 如果百万的话有什么公约 哦 我不敢随便公约了 但是百万的话 穿着女仆装在街上做结尾 想问甜Q每天都忙着上传影片 还有时间睡觉吗 通常一天睡觉几小时呢 平常是五个钟头左右 周末的话大概是七八个钟头 近几年的YouTube目标 想要做个采访韩国爱豆们的系列 好奇店的高EQ跟幽默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我们又为了培养EQ跟幽默做什么 所以 哇 天生的 频道预计还会做多久 54年8个月左右 请问你跟甜Q是什么关系 好想成为什么关系 原味炸鸡对调味炸鸡 原味炸酱面对海鲜面 炸酱面 酱油蟹对剩余片 剩余片 想知道店数的声音能多高 怎么高 淀粉是什么粉 果粉 啊不是 淀粉 最希望高颜质还是腹肌 腹肌 每天一支影片会不会负担太大 或者有没有过因为压力太大 想要干脆就不做影片了的想法 不会说一天一支影片所以有负担 只是今天的主题太过于沉重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压力 想请问店平常是如何时间管理的 虽然我也想说一套非常帅气的时间管理法 但是其实就是 少睡少玩少休息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分心集中精神做完 就这样 Thank you有请剪片师吗 没有 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让人想到就会微笑的人 有没有想跳一支舞来表达对50万订阅的开心 今天开心吗 能不开心吗 身高多少 因为你看起来有点爱 其实我是有点爱 就一起死 店数有没有打算开Instagram账号 其实我有 遇到负面评论会怎么办 如果是我的失误造成的 为了以后不犯同样的错误 会马上记下来 但是对于那些为了黑而黑的留言 只会觉得 我每天都会看那么多艺人们的黑粉留言 你觉得我会对黑粉有什么感觉吗 你可以用一个词语形容酸民吗 嫉妒虫 为什么不做全职YouTuber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我正职收入比YouTube收入多 虽然现在YouTube的收入也不错 对我现在来说 静音YouTube兴趣大于收益 但是即便是兴趣 我还是会在意影片的观看次数 这不是因为收益 而是会在意 今天的影片没意思吗 就这样 而且现在是兴趣我都这么在意观看次数 如果今天我是全职YouTuber 还要考虑到赚钱的话 一定会做很多 不是很想做但是感觉观看次数会很不错的主题 也渐渐的不会想做点击率不会很高的 韩王教学等的影片 并且也会拍很多业配影片 所以我应该不会做全职YouTuber的 但想对粉丝们说的话 我真的想说一下 每次我看到有留言说 看电的影片已经变成习惯了 电的影片总是能让我笑出来 虽然也知道 有些人只是礼貌性的留言这么说说而已 但是对我来说 这些留言就像歌曲的副歌部分一样给我动力 在看影片的大家 有的人是上班族 有的人是学生 也有的人是家庭主妇 大家会因为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非常辛苦 而且YouTube每天都会有那么多新影片上架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还肯花时间来看天区影片 这真的 真的很谢谢演算法让我们相遇 希望以后天区的影片 也能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一点笑容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最后想再说一次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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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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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